我們就開始進行下午的Session 然後接下來這個Topic呢 講的是提到的是Graph Database 那Graph Database一般來說都用在 Social Network啊這樣的東西上面 那今天的講者想要帶給我們一些 比較不一樣的想法 那就讓我們歡迎今天的那個Speaker 謝謝 大家好我是Jory 我目前在Tattoo工作是個Vegan Engineer 這次我想要講一些我對Graph Database的一些想法 等一下不好意思我按錯 主要來說的話我這次會先講一下 Graph Database的一些那個 先介紹一些Graph Database 接下來就會開始說一下我自己的想法 就是我之前原本要做但是 做失敗了所以你會看到說 這個下面for Python是被劃掉的 不好意思做失敗 如果你對那個Graph Database有些興趣的話 我有在Headpad上面已經有留一些 那個Link在裡面可以讓我們去看 那好那我現在開始講那個Graph Database 它基本上Graph Database的話 它就是用Node加Edge來組成的 我們用一個Node加Edge就可以組成一個Graph 就是可以組成一個Tool 它Graph Database就是Based on Graph的DataBase 所以說它本來DataBase就是一個圖形的資料庫 它因為有這樣的特性所以它能夠很 才能夠用關聯性的方式去Query那些資料 相比之下的話 它的那個ColumnBase的DataBase 它需要一個Relational的Table 它才能做到像類似這樣的行為 所以當你的觀聯性越來越複雜的時候 那你的Graph Database的優勢就越來越大 它再加上Graph Database 它本身是一個NoSQL Database 所以說它的Scalable能力是很強的 不會像一般的觀聯師資料庫 它可能在一段的時間 就應該說它在一定的量之下 它就會Crash掉 它應用上的話 我們大家都知道Graph Database的應用 就是Social Network還有地理資訊分析 對 可是我想說的是 今天為什麼Graph Database可以做Social Network 和地理資訊分析 為什麼它能夠有這麼強的Query能力 為什麼它會 是比較適合在這方面的動作的 對 其實一切的原因都是在於說 它原本的Model 它的Model本身就建構成一個Graph的形式 它的 它不是因為說它本身能夠支援說 這樣的Query的方式 所以才 嗯 這個我覺得我有點說錯 就只是說 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Graph的DataModel 所以它才能夠去搜集像這樣的行為 對 所以我們應該要回到本質來說 真正強的地方不是說它Query能力 真正強的地方是在於說它的Graph 就是指的是說它DataModel的樣式 對 那我們 它用一個Graph的形式的話 我們可以Predict一個 就是我們可以建造一個 有像性 而且 具有高度彈性的一個Model 對 它如果像這樣的Model的話 那大家有想過說 我這樣的Model到底可以做什麼樣的事情嗎 其實像我們正常一般自然界的行為 都是有像這樣的東西的 可是對我來說 其實我之前有一個問題 是一個蠻大的疑問的問題 就是說 我之前有一段時間在學的是那個段字的處理 就是中文字的處理 如果我們反過來看說 字和人之間的關係 其實字和人之間的關係 是有點類似的 我們每一個字和每一個人 和字與字之間之間組成一個詞 和人與人之間可以組成一個家庭 可以組成一個group 它接下來再繼續往上 又可以變成公司一個群體 其實我們像這種Graph的形式 其實是存在在我們世界和生活各種當中的 對 那我們要做 今天我想要做的就是說 今天Graph database 它並不是只是表示說一個Data 它應該是表示一個Model 對 我們在做Machine Learning的時候 其實都會在做一些Model 那Model其實在做的時候 就是一個有向性的 它就是一個有線狀態機 一個很簡單就是一個有線狀態機 基本上來說我們大概就可以看到說 其實很多的Machine Learning 都是一個有線狀態機 那我們就可以照順序 一直來回去Predita的東西 不好意思我喘口氣 這樣說好 就是說是 一個Graph database 它可以很好的去建構一個模型 它這個模型的話 我們到底可以用在什麼樣的地方 對 我們應該是可以把這個模型 直接Predite出來 變成一個Data Model 然後我們就直接把資料放進去 然後接下來可以產生出我們要的結果 所以假設說 我們今天要有一個斷詞的結果 對不對 我們就可以說 會不會有一個Model 如果我們先做一個Trite Tree 那一個Tie Tree 它是做出來之後 就是我們可以用GraphDiababe 做出那Model 還有我們就可以表示出 這樣的形成為 對 他在地址的資訊分析 這些東西基本上來說 都是可以用GraphDiababe 來做表現的 對 可是 還有 celular pir Zone 網路 都是很輕易就可以在GraphDiaba seem 這樣 Rod 是這樣 這樣綠成的行為 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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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發現一件小事情就是說 其實我這次用的是NU4J來做這樣的處理 NU4J它沒有辦法處理 它沒有辦法去做像這樣的行為 就只是說NU4J的話 它應該說 它對python它只有提供Restful的API 讓我們提供存取只有那個query而已 我沒有辦法去改到它底層的東西 像這種斷詞的處理的話 我們可能就是說 像這個我們就需要從A開始 假設我們今天有一個 A就是我們有一個TO這個字串 我們想要判斷說 這個TO字串是一個字的話 那我們的query就是說 我們要判斷T到TO 它會這樣下去的 就是一個query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是一串字串 那我們就沒有辦法很容易像這樣直接去query說 就沒有辦法像用原本的NU4J的query 就可以直接分辨說 這個就是一個詞了 所以說我們需要做 因為這只是一個day model 我們需要對它做一些處理 我們需要先去找到T 它接著要找到TO這樣的行為 還有我們才能做到我們要的事情 它的地址資訊分析也大概是類似像這樣的行為 對嗎 它的熱神菌網路就更直接一點 就是說我們一開始就可以輸入一些向量進去 就我們可以輸入我們自己的參數 它到第一層 之後pretit完之後就變隱藏成 它接下來要輸出層 其實它都是一個 很像是一個有線妝礙機的情況 但是在Grad那個NU4J目前來說都沒有辦法做到 但是我有找到一個東西叫Pregel 就GooglePregel這種大規模的圖形處理框架 我想在未來的情況之下 我們資料 我們資料是越來越多的 我們文字中文字裡面它有四萬個字 它詞的話大概有數十萬個詞 如果我們要全部放在一台機器裡面去做處理的話 其實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如果有Grad database的話它就可以幫我們處理掉scalable的事情了 如果我們能夠再搭配說Pregel這樣的圖形演算法處理框架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把Grad database當作一個Data model 我們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做我們的Pretit 還有我們的Machine Learning Pregel的話它主要概念大概是這樣 它就是一個Active by Inactive的情況 它一開始的所有狀況就是在一個Step1的時候 它所有的Node都是Active的狀態 它執行完之後就會決定說它下一次要不要繼續Active 所以說它會void它要不要去停止它 它有順便再送那個Message過去 如果它收到Message的話它就會再回到Active的狀態 就是一個循環它會一直展開 它有點像是BFS那種 有點像是BFS的展開的方式一樣 還有Pregel的話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範例 它上面大概就是說低層的時候 其實我們全部3621 其實這是我們所有Node 我們在針對每個Node 它一開始執行的第一個Step1的時候 它就會送出每個Message 它向2的話它會送到6和1這邊 對6的話它會送到1和3這邊 你就會發現說比較大的東西 它就會把它覆蓋掉 它這個其實是在處理一個說 它想要找到最大數值的一個方式 它就會反覆的一直在送Message 在決定說它最後最大的東西 最後如果說你們想要知道NU4J的話 就大概去找一下這些東西就好 我看一下 我想一下 我想一下 我剛剛好像說錯了什麼東西 我覺得我有點太緊張 我想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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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我突然有忘掉一個東西 我突然有忘掉一個東西 我有忘... 對 我有忘... 對 好 因為我們還有蠻多時間的 所以有沒有人有想法 或者是有問題想要提問的 不好意思 那個有線狀態接線是不是寫錯了 不好意思寫錯了 除了錯別字之外還有... 還有其他的問題嗎 這邊我問一個問題好不好 好... 就是說... 剛剛我看到你的想法 其實是想要... 在... 在... 這個... Graph database上面建立這個... 字元的那個斷字嘛 對不對 那... 有沒有想過說 這個的用法 可以直接把它用在像... 去處理這種... 智慧型的... 那種... 對打 OK 比如說 他今天想要去找到一個完整字句 的過程中 其實我要的並不是斷字 而是我的WORD跟WORD之間怎麼做... 連接 那這樣的想法 你有想過怎麼implement嗎 這基本上來說 他就是一個語意分析的過程 他只要有這樣的model 我認為是可行的 基本上 應該說的是... 嗯... 這好像就牽扯到說 他的喜好關係 就是說他有點... 嗯... 我不太好說那個意思 就只是說 你現在想要做的是一個 類似語意分析的系統嗎 那你想要知道的類型是... 呃... 其實我想要的就只是有一個... 機器人陪我聊天這樣子 機器人對你聊天 機器人對你聊天 其實... 嗯... 自動回復這件事情 我沒有特別深入研究 我基本上來說 我比較會去... 找說我要怎麼去分析 那一個語法的東西 對 OK 那... 那我有第二個問題是 呃... 關於在implement的時候 呃... 呃... 你... 除了... 就是你在使用neosj的時候 你第一個遇到的問題是什麼 然後... 呃... 你現在有什麼想法說之後 要怎麼去克服嗎 我現在遇到neosj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他neosj他沒有辦法... 就是說他... 應該說我是使用python去操控 用neosj這個... 這個graph database 他所以說... 我沒有辦法去操控他底層的一些 function和meso 就我沒有辦法去針對說 今天... 因為... neosj他可以去對DFS這種... 那個... 嗯... 應該說... 就... 他可以針對DFS這種演算法 他去做自己的優化 就跟對自己做客製化 像說的是... 如果我們今天用neosj的話 他其實就只能說... 我們最接近他可能就沒有辦法去幫我算他的距離之類的 對... 他... 如果是你自己去做那個客製化的話 我們就可以算說我每一個關聯性中間的距離 他接下來再加總起來 對... 但是用python的話 其實我沒辦法用... 那個resful的API 他直接送一個meso到neosj裡面去 他會讓他直接變成一個default的meso 就是沒有辦法讓他變成一個演算法 他會讓他再直接跑在Grab Diabetes裡面 OK 我懂你的意思 那... 呃... 還有人有其他的想法嗎? 比如說你知道有類似的tool或什麼的 OK 沒有的話 因為... 我們下一個session開始的時間是3點整 所以我們有15分鐘的休息時間 然後... 呃... 請各位待會再回來 謝謝